我就是我的费务全 我就是这里的 大家好 我是猪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镇投影漫画小剧场 同模偷看女巫惨被打耳光 富刚一勇胡得远在厨房亲子被偷拍了 上一话 三对亲吏互发羞羞的短信 今天我们接着看 十分有趣的信息比试虽然已经完结了 但是炭治郎和小奈夫还在继续给彼此发送这信息 内容大概是小奈夫突袭式告白折头的事情了 不知不觉的三个男人之间的赛事 也变成了炭香互相发送闪讯息的旧恩爱场面 具体的聊天内容其实已经闪光到看不到了 炭香烟也多到了像放烟恶的 那边啊 十一和郁勇轻呼感叹道 这个烟料会被当成火山的呀 另一边的狐狸人和小奈夫 两个人看到小奈夫火红的脸也忍不住惊呼 哦 香奈夫快要着火了 烟身上半颗又出现另一半的烟 不知情者仍然难免误以为会是山火了 任一直好奇香奈夫的手机里是不是偷拍了很多相片 毕竟之前好几次都只这样 为了证实一下任变成香奈夫一个不留神 把手机抢到手了 看姐姐错手不及的样子任得意洋洋 嘿嘿 终于抢到姐姐的手机了 先让我看看你一直以来的战绩啦 来不及反映的香奈夫有些慌张 心想 瘋狗 香奈夫则是丝毫不受这两姐妹的影响 逮着红扑扑的脸 专心的和谈其狼聊天中 但人把目光回到屏幕上 这样想看看图库时 突然发现 这个画面有点可疑呀 事已至此嘛 为了一探究竟 任安心了播放节 影片开始播放 似乎是经过剪切了 姐姐和香奈夫都有上镜 首先映入眼帘的香奈夫 举着手机鬼鬼祟祟躲在墙边 是这样吗 紧接着出现的是躲在桌子下的香奈夫 不停地叮嘱着 香奈夫 你不要拍到我 接下来就是登场的男女主角了 直接任和郑太友两个人 正拿着裱花袋给蛋糕裱花呢 郑太友看着即将完工的蛋糕 眼中充满了期待 我姐姐和我的蛋糕快要完成了 手把手教学的人 耐心地回应着正太友 不甘先生 又慢慢来哦 两人的甜蜜互动 让他们丝毫未注意到 友人在偷拍自己 终于 他们合理完成了蛋糕的制作 正当应用开心的时候 也叫住了他 不甘先生 你的鼻子有祭脸呢 应用身子向前 向让人帮自己弄掉 好巧不巧的 是几乎同一时间 人也接近 异用的面部 正好亲上了 哦 不对不对 准确的来讲 是舔去鼻子上的祭脸而已 偷拍中的相待会 当时看到这一幕 简直就是惊呆了 两人呢 竟然在厨房里 勤了起来 待人离开刚刚的距离后 为了掩饰害羞的事情 带来的尴尬 接口说 很甜哦 可惜啊 整条预影 已经红得不像样子的脸庞 已经出卖了一切 也从手机 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害羞 愤怒 等等情绪 一股脑的涌上来 随机便爆发了 愤怒的 全朝着香奈会 大吼道 再见 香奈会 诛到此时 不宜交流 一边哭笑不得 一边赶忙 拉着香奈户逃离 哎哟哎呀 留下人 在后面 愤怒的控制 你们别跑啊 在逃跑时 香奈户 竟然还在和探长聊天 他冒出来的烟 就像火车烟 捅烟一样 好佩服啊 哭人啊 真是爱情会让人民失负我 香奈户经过上次姐姐悠导表白 然后又和探志郎在电话甜蜜对话 所以啊 香奈户开始会幻想 想快去见到探志郎 和他来说话 什么话题都可以 总之呢 就是想时刻都与探志郎待在一起 这两个处于热恋状态的小情侣 即使只是许愿 他们都会产生太乡业务 香奈户整双手握紧许着眼 虽然很难为情哦 但是我想生日愿望是 看香烟雾 与此同时 从香奈户的头顶部无端飘出 而探志郎留意到了 面对如此浓厚的烟雾 探志郎一度质疑 是不是错觉了呀 脸呢 也是不由自主的红了起来 探志郎似乎透过白色看香烟 见到自己和香奈户紧紧扒在一起的场景 探志郎心想 这会不会是香奈户的愿望 透过烟雾散愿出来呢 他决定还是不告诉香奈户 怕香奈户会害羞到要找洞钻进去 而事实上 香奈户许下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和探志郎一威一整天 接下来 镜头切换到了好久不见的一只柱这边 只见一只柱好像狠敢的样子 最终呢 还叼着一只天妇罗 赞了一奔跑着 哦 知道了 忘记了 忘记了何快约定时间 而约定 吃天妇罗的时间已经过了 还时时不见一只柱的身影 回宽定咖发了一条 一只柱一边心想一边狂奔 接下来出场的 又是一位我们好久未见的老朋友了 通膜久违的出场 却带着明确的计划与打算 哦 很久没有出来找年轻的女子了呀 突然很想见解我的人呢 这心里想着好事 脸上每次滋的时候 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出来 出头宝剑 机缘巧合 一只柱上山途中遇见了通膜 按照一只柱火箭般的速度 相撞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一只柱的猪兔梦境 撞到了童膜之后 第一句不是关心对方有没有事情 反而继续奔跑 心想 哦 刚才好像撞到一位白白河头哦 可能呢 因为他头上泼血状 似河童头上一样 所以被火缩前进的一只柱 给留下了仅此的印象 被撞飞到树丛中的童膜 不禁内心吐槽 哎呦 这个年代的人还真是没有礼貌呢 歪鬼撞下山道歉也不说被逃走了 大头朝下的童膜将吐槽的起劲 突然间无意中注意到了 树林前方有一个人啊 嗯 童膜在想为何有女子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更要做坏事 下手仔细看去 无 无才大人 他在这里做什么呀 至于无才为什么会还手女中医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童膜内心的疑问 作为鬼老大的无才 知道所有鬼能看到什么 当然也知道童膜一直在看自己 虽然没有感觉到难回情 但还是不自在嘛 好在今天晚上 无才大人的心情好像很好 只是出口警告 童膜 你看够了没有 但是毫无惩罚措施 才不是我们无才大人的作风呢 只见无才大人一巴掌打上童膜 瞬间童膜白皙的面庞上 多了一个鲜红的大小燕子 扣和鼻也同时流出了鲜红的血 童膜苦笑着 童 无才大人变成女人以后 下手比较坏 无才狼狼的发问 你想让我出全力吗 童膜吓得浑身哆嗦 脸毛结束 不 不 只开玩笑了 童膜应该庆幸啊 多亏刚才没有对这个美人下手 不然啊 小命就真美了 童膜脸上的伤敷衍你之后 依然不死心 先问无才 这着女装的用意是什么呢 便逗胆发问 快说回来 为什么要变成女人啊 无才听完以后黑着脸 为什么我要向你解释 但是不过嘛 自己今晚心情好 心想透露消息也无妨 算了 就告诉你了 我终于知道青色扁花下落了 不过才说出 知道青色扁花下落时 却没有透露一丝的兴奋 但是满屏的愤怒气息啊 都说女人心还得真 这无才比女人还要难以捉摸呢 画面跳转 来到一只猪这里 山顶这个区域 特别种下了很多的樱花树 因为呢 可以想和一只猪一同欣赏夜鹰 谁敢想啊 这么重要的场合 一只猪坚持到了 急忙改了的一只猪 就被映入眼泪的画面 沉浸住了 烈有些小感动 亏 亏在夜鹰飞警的趁热下 成功信到了一只猪的目光 一只猪也露出了少见的表情 然后情不自禁的赞叹的 亏 好美啊 这或许就只行动的奇妙吧 就离一只猪 竟然也有坠入爱河的一天 葵发现是一只猪来了之后 怒火一下子就压不住了 一只猪 你一定是 孤注持天赋罗而迟到了 一只猪呢 有些纳闷 为什么你会知道啊 我曾想 葵的回答是 我可是一直有留意你的呀 因为刚才的画面影响很深刻 加上葵不经意的说出了 一只猪有留意自己 一只猪多少有些男为情了 便赶紧扯下了面具 遮住脸 葵对一只猪从刚开始就戴上面具 感到可疑 话说回来 为什么一见到我就戴上面具呀 一只猪扣住面具 直直呜呜地解释道 那谁以为 还没等一只猪解释完 葵又爆发了 一定又是吃到满脸都是食物嘴渣的 一只猪口齿开始不去吸 不是的 此时面具下的脸庞 火红炙热 已经掩饰不住了呀 一只猪便摘一下面具 向葵坦白 自己戴面具的真实原因 看到你的药子之后 就莫名其妙的 脸红了 葵 出于小生气 有生不到的状态 内心还把过错 葵 是怪一只猪 露出的表情是犯规的 咪咪之前 只会开口说 何时 能摆出这副表情 上去不了吗 看着葵 起一只猪的小表情 一只猪询问的 葵 怎么了 葵呢 故作还在生气的样子 什么事也没有 一只猪 好像一个好奇宝宝 又开启了下个问题 话说回来 来这里做什么呀 不过嘛 一只猪压根 没给葵回答的机会 自己倒是抢先回答上了 是不是一边吃天腐罗 一边欣赏优化术 本来呢 意外发现一只猪 原来也有这个表情的葵 心情已经好着 不了一只猪的话语 破坏了这个 刚刚恢复和谐的气氛 葵的脸呀 啥事就坏了下来 你就只有吃的嘛 好了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鬼秘阵 同源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加分享哦 爱你们呢